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 我们怎么样来关照自己的心 不要让自己的心心风作浪 人一紧张就会心乱跳 乱叫 你们知道心中会乱叫 叫什么 就是叫痛苦啊 叫悲伤啊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啊 关照到心进化 完全没有留存痛苦的因子 那很重要 没有痛苦的因子 那么内心呢 怎么样要克服住 克服住呢 自己不好的 是不是随便跟你们讲几个 就贪欲了 恨了 无知了 无知也会 也会难过的 无知产生焦虑啊 因为你不懂啊 你就焦虑了 这个爱欲产生忧虑啊 对不对啊 固执的人 产生恶意啊 愤怒的人 产生恐惧啊 骄傲的人 产生 这个什么 产生这个焦躁 所以一个人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 弄得干净一点 啊 干净一点 啊 我们 首先要 无所求的付出 啊 所以人要有内涵 啊 要培养宽大的心量 嗯 其实我们一个人 心量大的人 应该首先做到 能原谅别人 就是最有福的人 啊 能原谅别人 啊 所以 台长说 啊 上个星 上一次呢 就是上个 这个这个星期要跟大家讲 平常心是道啊 啊 就是你 这个人随缘的人 你就是 人家说你就是有佛 缘和佛道在心中 啊 因为你已经知道 人间一切都是 忘觉 啊 忘觉 就是虚幻的 虚妄的 啊 感觉 啊 那么 犹如 啊 你是在 啊 虚空当中生活 所以很多人走的时候 才知道 哎呀 我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 师父让你们提早就知道 你们到底在这个世界在干什么 我让你们知道 你们应该在人间 应该干什么 啊 啊 所以让你们要知道 啊 怎么样来净化自己的心灵 怎么样不要浪费 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中拥有天堂 而不是拥有地狱 啊 怎么样要上化 啊 这个 众生 啊 所以 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 啊 很多 有智慧的人 在修行当中 虽然 有时候有些孤独 其实他们 在观照自己 他们在调解 自己的身心 调愈生心 他们 融入了一些 啊 这个 无我的状态 其实他们一点都 不痛苦 啊 但是有些人 没有修行 心中有很多 不干净的 不良因子 所以 他才会 被外界所害 他没有自主 他外面 让他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外面痛苦了 他也跟着痛苦 外面焦虑了 他也跟着焦虑 他没有 啊 他只有骄傲 和愤怒 和贪欲 啊 所以 最重要的 学佛人 啊 我们说 最重要的就是 让自己的慈悲心 啊 要来做功德 啊 我们说 最甜蜜的快乐 实际上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最快乐的时候 就是自己啊 哎呀 心灵很安静 坐在那里 哎呀 脑子什么都不想 躺在床上也好 坐在哪个地方也好 哎呀 就像 整个空间 都是你的一样 哎呦 安静的不得了 快乐啊 这是最快乐 无忧无虑的人 最快乐啊 啊 大家想一想了 最亲近的真理 是什么 就是我们了解了无常啊 我们是到懂得了真谛了 啊 很多人说 哎 那么最崇高的宗教是什么呢 最崇高的宗教 就是你拥有智慧 啊 因为伟大的佛法的哲理 就是让我们证实得到了 人间的这个因果 懂得了因果 啊 所以真正的懂道理的人 要付诸行动 关心自尽 达到永恒的 安详宁静 啊 所以当你真的开始念经 心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成果已经开始了 啊 所以智者了解真理 因为他遵行真理 所拥有的这个佛道而行 啊 所以有智慧的人呢 他一找到佛法了 他拼命的学 拼命的修 他就懂得了真理的含义 那么师父告诉你们了 台长告诉你们 这个真理 真理的含义是什么 真理的含义 就是要你们 在人间实践之理啊 什么叫真理啊 你不实践 你哪来的真理啊 当你实践了 你才会有真理啊 啊 对不对啊 所以行善要及时 功德要持续 啊 一个人 几十年的生命 真正做人做事的时间 很少很少 再勤劳的人 也就做了自己一生的三分之一啊 啊 当你懂得人生的真理的时候 你会用你的智慧和毅力 安排你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现在学佛人的人生 我们没有浪费啊 我们很开心啊 很多人不知道啊 一旦查出癌症了 一生告诉他只有三个月六个月的时候 你知道他就等于判死刑了 他才知道生命原来这么短啊 给他啊 所以我们学佛人不可拖泥带水啊 前脚落地 后脚还不肯挪开啊 记住了啊 前 前脚落地啊 你后面 你后面那个脚啊 就要忘掉他 赶紧往前走了 你的前脚 就是你的今天啊 扎进脚步啊 你的昨天啊 就是你的后脚啊 我们要把心专注在今天 而不能专注在 这个这个这个昨天啊 否则你永远走不出来 你的这个人生的坑坑洼洼的泥泥小道 啊 所以要学会往前精进努力学习 把自己的慈悲心秀出来 把自己以快乐慈悲同情心 谅解心 永忍心 宽心 爱心 悲心 全部 修出来 把这些善良的 像 一朵一朵的莲花一样 全部贡献给世人 啊 让别人快乐的人 你一定快乐 让别人难过的人 你一定会伤心 啊 你让别人称恨 你一定会受苦了 所以我们要学 我们真的要学 啊 我们要制止自己心中的罪恶 啊 我们要 跟自己心中的恶念 做斗争 积极的用 善良的心念 去改变自己 啊 他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啊 希望大家能够 在学佛当中 认清 人生的真谛 改变自己 让自己啊 回到一个真我 学会真正的理解 这个世界的真谛 那就是无常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情